好 这个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提出来在2017年大陆十九大的时候写入了中国共产党的章程 2018年修宪的时候又写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宪法的序言 那官方说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种价值观 那当然这个双方我们看到今天有媒体说 这个中国大陆跟越南在这个官方的文件当中写的不太一样 越南官媒把命运共同体范围是未来共享共同体什么意思 如果说英文表述的话 像什么辽国柬埔寨都是shared future 这个好像是国际间比较常用的 而不是用什么common destiny这个措辞 那最终的这个双方都据说做出了点让步 什么让步呢 在翻译上各说各话各自表述 是这个意思吗委员 不是啦 这个应该怎么讲 你不管是future也好destiny也好 都没有共同体的英语概念都没有 那你应该倒过来翻译的话就是说我们有共同的命运题 共同的命运题shared future这是英语的标准用法 所以才会在辽国缅甸柬埔寨泰国这些受过欧洲殖民文化影响很厉害的地方 因为以前他们叫做印度支那联邦嘛 都是用法文做共同语言 所以用shared future这是一个标准的翻译 但是common destiny是有点的中翻译比较生硬 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就是欧洲人很少这样用 他们会用common market 他们不会用common destiny 顶多就是shared destiny这也很有可能 但是common用在这个destiny上也不能不做错 但是就是英语的文化里面会觉得好像用词怪怪的这样子而已啦 这个跟我们这个有时候中文去翻英文也会有类似这种情形 就是明明我们在形容一个女孩子漂亮美丽 我们不一定会用英文的那种形容法吧 这很正常的 对当然是大家可以理解 因为这个西方媒体就在习近平到之前 就不断在这个命运共同体上这个插针插刺嘛 所以这次确定就是这个命运共同体 而且是有这个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 所以还是要找一些这个语义上啊 什么翻译上的不同拿出来特别写了一大篇 他干脆批评他说 为什么共同体的题没有翻译出来 这还比较合理的批评嘛 可以再写一篇啊 对啊 媒体有时候缺稿那记者压力很大 就要掰一篇出来 那当然这个对于中国大陆来讲 越南不一样 这是兄弟家同志 因为都是共产党都是这个社会体制嘛 所以在我们刚刚的画面当中 大家看到很特别 这个习近平跟这个越南领导人 到哪里都是牵手 习近平下飞机的时候 当然是牵着彭丽媛的手 但是到了越南一直牵着这个 越南领导人的手 大家有时候觉得 两个大男人牵手好像有点怪 但是我有张截图来导播 这是去年的时候有没有 二十大之后 不是这张 我说是习近平 还有这个牵手的那个画面 我不是特别丢 截出来丢在那个单讲框吗 对大家注意到 这是2022年有没有 在二十大之后 越共总书记阮富仲就是第一位受邀访华的外国领导人 可见两边因为都是社会主义国家 当时他们走进来的时候 就是牵手一起走进来 你看到没有 2022年的时候是 这个阮富仲到北京去访问的时候 就是牵着手 那这次呢 习近平是回访 也是牵着手 为什么呢 你跟别的国家 你去法国也不会牵手 到别国家不会牵手 但是因为越南社会主义国家 同志加兄弟 只有兄弟会牵手 对不对 所以牵手这个画面感很强 但是当然手一牵 就有不同的意义 不只是在越南牵 在北京也是牵 大家看到没有 所以这是去年的一个画面 好 回到刚刚那边 我继续请教一下这个帅将军 那请教一下这个命运共同体 跟这个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又有什么不一样 那当然这个实际上的一个弱形 会有什么呢 双边这次的合作文件 当然会讲到一带一路 简易的问题 数位经济 绿色发展 交通运输 海上合作等等 30多个领域 然后为了表达友好 阮富仲还邀请习近平 进行小范围的查序 送了一张图 送了一张画 然后说当然还很客气 这个就很有中国人的feel 有没有 都会谦虚一下 只有东方人会谦虚 东西可能不是很好 珍贵的是兄弟情谊 东西肯定好了 不成敬意 不成敬意 对 请教的 对中国人都是这样 明明送了很好的东西 都会说不成敬意 然后另外还有画面 其实这些都是 烘托友好的气氛 双方还有一个盛大的晚宴 是由总书记夫妇 跟国家主席夫妇 有没有 三对夫妇 最高最高的规格 不止如此 习近平还去瞻仰了 胡志明 林园 竞宪花圈 上次来的时候也有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 很重要的意涵 所以你看到 月通社说 这次访问 恰逢是月中建立 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的15年 所以都已经是 这么高的关系 大家在想 这次还能怎样 这就是命运共同体 将会成为月中关系的 新的里程碑 帅将军 这一次 越南可以说是 把里数已经完全尽到 第二个 西方人 男人不会握着手走了 对 是啊 他一定会闪一人 你给你握完手 赶快甩开 但是越南是很懂中国文化 因为他们的科举制度 比中华民国还要 实施的更久 所以胡志明 会隐私啊 对不对 胡志明不是写了手诗吗 对 第二个 习近平跟他 习近平 其实中国对越南 是很理喻的 十一段线 也给了两段给越南 其他国家没可以给啊 就是说 越南也是 很希望获得海上资源 这都在谈嘛 但是你看啊 这个什么命运共同体 什么也好 越南的媒体是有点保留 为什么呢 因为你习近平带着 伴手礼乐都要好 对不对 现在习近平拿出很多东西来了 都在谈嘛 第二个我们看这个场面 我想的很有意思 讲了第一夫人 你数一数 从毛泽东一次到习近平 有哪个第一夫人能比 她漂亮的 那台湾也是一样啊 谁能比得过蒋妇人 这个东西是 风度 气质 就不只是容貌 真的不只是容貌 不只是容貌 风度 气质 这个东西 中国大陆很久 没有带出一个 这么年轻漂亮的第一夫人 这个东西都是画面上大家可以看的感受 这个彭丽媛歌唱上也证明了他自己的能力 对他很 就不只是漂亮 而且他很低调啊 没有 有的人喜欢 他以前知名度比习近平高很多好不好 对对 习近平是高攀 要搞清楚 所以你可以讲 蛮得体的了 那这一次我们严格看起来就是 美日中都在争取越南这个卡 因为他在战略地缘战略上 他有重要的价值 所以中国大陆不惜成本啊 这个能做的都帮他 越南也刚好需要 他从这个轻工业要升到这个 比较精密工业或者是比较能赚钱的 对对 AI的什么东西啊 电动汽车啦 所以中国大陆也愿意释放出来 当年越南是什么 以人力低加低级的人力 台湾的台商也跑来投资嘛 中国大陆也去投资嘛 美国也在投资 日本也在投资嘛 他完全靠中国大陆起家的时候一样嘛 靠人力市场 对 人力红利 那现在他也觉得要提升一下 这个时候能帮他忙的 日本就帮不上了 因为你基础建设只有中国大陆有技术 有人才 有财力 帮你干嘛 对 那这个是越南真的要需要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